哈喽哈喽我是堆堆 今天教大家自制眉甲片 非常好撕下来 也不会伤到指甲 纸巾撕下来一层 整理平整后贴上双面胶 将贴有双面胶的部分剪下来 先用一支笔转一下转出一点弧度 因为每个人的指甲形状都不一样 所以我们根据自己指甲的形状来裁剪甲片 先沿自己指甲的形状压出一条边边裁剪 再压出另一边 长度要比自己的指甲长一点 尽量修剪和自己指甲一样的形状 剪好后可以直接粘贴在指甲上 再沿指甲修剪一下 流出一点点粘到指甲里面便于拆下来 这就是甲片的部分 接下来就要开始上装饰了 先在甲片上涂上一层护甲油 如果大家有指甲油可以直接涂上指甲油来装饰 没有指甲油的话 就等护甲油完全干透后 用马克底来画一下 这里一定要等护甲油干透 画一些自己喜欢的小图案 画好后等颜色干了再上一层护甲油 每叠加下一层的时候一定要等上一层干透 护甲油干了之后就完成了 哈喽哈喽我是对对 之前有做过一个这样的闺蜜手环 今天来做一个同款的发菇 材料依旧是这种毛绒绒的粗毛线 先打一个活节 找一支笔来编织后面的部分 笔杆穿进这个节绑一圈毛线 再将毛线从这个节里带出来 按照这个步骤不停的编织 将毛线编成小麻花 先编织一定的长度不要剪断 同样的方式再来编一次 编的更粗一点 这里我们需要一个最基础的发菇 编织出这个发菇的长度 先接着单根毛线的部分来编 编出一定长度后 再来编织粗的部分 直到编出和发菇同样的长度 线头穿进最后一个节 再涂上一点热绒胶固定住 剪掉多出的线头 整个粘贴在发菇上 同样的方式编织毛线来制作耳朵 最后将耳朵固定在发固上 兔子发固的做法也是一样的 耳朵的部分需要两段麻花来组合一下 完成 哈喽哈喽大家好我是对对 今天来做超可爱的格子蝴蝶结 做头绳做手绳或者发卡都很赞 材料依旧是我们万能的口罩 先沿这些边边裁剪 这里的三层都可以用来制作蝴蝶结 先找出口罩中间的折痕 对折剪开 制作一只蝴蝶结只需要这一小块材料 所以一个口罩可以做六只蝴蝶结 在这块材料上画上自己喜欢颜色的格子 可以利用马克笔的粗头和细头交叉来画 增加格子的层次感 画好后依旧可以沿口罩原有的折痕对折 剪成两半 其中一块剪的短一点 在两端分别贴上双面胶 先沿边对折做标记 两边分别沿中线粘贴 两块材料都是一样的做法 再用双面胶将它们固定在一起 中间像折扇子那样折起来 先随便找一根细线记起来固定 再将我们刚才剪下来的材料涂一下 剪出两张小条 粘贴在一起增加长度 口罩挂绳扯下来 两端粘贴固定住作为头绳 再将小条粘贴在蝴蝶结的中间 同时把头绳固定住 这样就完成了 蝴蝶结的这个部分撑开一点比较好看 口罩中间一层上色会比较鲜艳 可以直接在这个部分穿擦发卡 这是蓝色的一层 粘贴取别针可以制作书签 也可以用来装饰一些我们平时做的小手工 会变得下定爐 这就好看 就好了 给它解放 跟它刺激 桤后 已经 这么